高大华丽又温馨的圣诞树下 圣诞老公公人偶也得戴上口罩一起防疫 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举办欢乐圣诞会活动 不过因为国内又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病例 因此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秘书林玉文以及特别打扮成圣诞老人的 基隆市议员同姿委 共同为基隆医院的圣诞老公公人偶戴上口罩 象征提高防疫警觉的重要性 也呼吁民众戴口罩 勤洗手共同防疫一起度过 那在秋冬的时候 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 我们要更多的要严加的要保护好自己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口罩一定要全程都要戴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洗手 那第三个还要再次呼吁大家 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这次我们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提到 在年底有很多的大型的聚会 包括跨年 包括很多的这个聚餐 很多的尾牙等等 要请大家还是保持好我们的该做的口罩 洗手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那我也希望大家就在这段时间 表现在我们的下半场 希望台湾都健康平安 大家都幸福快乐 那我们特别还是要呼吁民众 来再注意好这个我们卫生习惯 一定要戴着口罩 不管到任何的场所 然后要增加洗手的频率 勤洗手 然后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 那我想今天特别感谢 我们这个鼠立基隆医院 特别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还呼吁大家来戴口罩 那鼠立基隆医院 在我们基隆的防疫作为上面 贡献非常卓著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那今天还要特别感谢 我们成功国中的校长跟和林会长 特别带领了这个我们 学校杰出的学生来做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等等的这个表现 给我们的这个 鼠立基隆医院的年长者来欣赏 以往由圣诞老人发送糖果 让民众同欢乐的方式 也改由院长林静峰和市议员童子伟 一起发送口罩 送给在场的民众好朋友 就是不断提醒大家 入冬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一定要提高警戒心 这场在卫福部基隆医院 中庭举办的欢乐圣诞活动 特地邀请成功国中的 学生舞团以及乐团等一起表演 包括表演者以及在场观看的 医护人员和民众也都是人口一照 需要暂时脱下口罩演奏的同学 则适合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 严格遵守中央防疫规定下 希望让看病的民众 家属和医护人员都能感受到 圣诞节温馨平安健康的气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